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你們好 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網上的直播 我們繼續講到四年充滿的 而我們現在講的就是 在分享的時候怎麼見證神的屬性和恩典 這件事很多人不太明白 或者很少分享的時候會這樣說 有時候人們會說神真好,神真好愛我 只是很簡單地講出神的恩典 當我們去拆解每一個經歷 神怎樣去看顧、接立、體重、提升我們 加力給我們、賞賜我們、賜給我們平安喜樂 各樣的福氣 當我們去思考的時候就會看到神是極度美善 當我們深信神是極度美善的時候 我們的人就會很感恩 就會時時都說神在我生命中不斷做工 在那不斷在那更新我 不斷在那祝福我、看著我 這樣就會對神的信心加強 這個就是我們作見證的時候 希望能夠影響其他人都是這樣看神 也都我們自己是這樣看神 最重要就是我們時時都會深信 我們是被神所愛、被神所體重的 那我們的整個生命就會高度的提升 那我今天就有一個姐妹 她就傳了一個分享給我 那我就叫她放上這裏 那我已經回應過了 那在這裏我會再回應的 就是再詳細地去拆解她的分享 那怎樣可以更加看到神的屬性呢 那這個內容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個群組那裏傳了出來的了 那在葉牧師帶領師哥 那我叫他喀慕神 呼求神 加上自己祈禱的時候 他跟神這樣說 就是神 take over more of me and give me more of you 那就歡迎喀慕聖靈的臨序 感覺很快就進入神的同在 那這一點呢 這裏呢 是可以加插的 那為什麼我不跟他逐點去 就是去告訴他 你這樣再加了再加了 那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 會變了很 就是 會好像很多事情都收拾他 那我就 在這裏去講的時候呢 我就是作為一個 一個老師這樣 就是當我們想到這些經歷的時候 我們就想到神的恩典了 那感覺很快就進入神的同在 我們就跟著可以加什麼說話呢 有沒有人想說給我聽 有沒有人想回應呢 就是我想大家試一下去思想一下 神的同在很快就臨在 很快就進入神的同在 我們可以在這裏加插神的什麼屬性 或者恩典呢 有沒有人想說呢 在這裏看到神的什麼屬性呢 是祂 祂是無所不在 祂很留意我們的 這裏呢 就是恩典了 留意我們 有新的我們在這裏 那麼神 祂是 回應我們親近祂的 當我們親近祂 祂一定即時親近我們的 所以祂很快來到 那所以我們可以有什麼信心呢 就是以後我親近神 我都知道神一定在這裏 那雖然有時候未必這麼快感受到 就算沒有感受到 神都依然在這裏 那另外有一點就是什麼呢 就是 神是可以經歷的 這個神的特質 是可以經歷的 那這個可以經歷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就是說我們就知道 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我們越經歷到神強力的同在 就知道我們做對了 還有我們這樣繼續去呢 神的同在會加強了 那所以 我們講到任何一點的時候呢 都可以帶出神的那種本質 讓人有信心去親近神 好了 跟著呢 身體可以搖動 那這裏之前我都講過 那這裏 其實我們分享也不一定要全部都 句句都去講得很詳細 不過我現在示範可以講的地方就是說 原來 神和我們那個交流呢 是很強烈的 他即時可以影響我們的身體 讓我們的身體呢 會有經歷有感受 會馬上會搖動 好像聖經的人物 他們都有這些經歷 我們都可以有這些經歷的 那牧師當時都感到神的同在加強呢 就要靠著這個港台站立 那這裏呢 就是神的同在可以這麼強烈 感謝主 就是我們可以加上這些這些說話 去加強 哇 真是神同在很強烈 就是神在那裏 我用一個語 講話的方式來表達剛剛所說的 在當日我們親近神的時候呢 神的同在很快來到 真是好 神呢 是經常掛著我們 經常都想親近我們的 我們一親近他 即時親近我們 我們個個都經歷到神的同在 看到呢 神是真是 是很近的很近的 是親近他是不難的 那這個加上這些的說話呢 就會令到人更有信心去親近神 更加歡喜去親近神 還有我們會經歷到他的同在 身體會搖動 會覺得很興省 很喜樂 很舒服 那就是說呢 神的臨在是即時祝福所有親近他的人的 這個是神的奇妙恩典 就是他的恩典是可以經歷可以感受的 是可以即時感受到他真實的同在的 那然後呢 就 牧師呢 就 為 為他們祈禱之後呢 那就鼓勵弟兄姐妹操練 互相 服侍託告了 那他呢 這個姐妹就轉向右手 最近她的姐妹邀請她為她祈禱 當我都未曾開口呢 就開始喜樂地笑了 不停地大笑 好像有點失控 我感覺到神的喜樂的靈 大大充滿 好像上個星期一樣 唯一不同是上次的大 笑之後呢 就大哭 但這次笑了之後就沒有大 沒有哭到 那就是主宰美主 進一步在我們裡面工作 那這裡他就有說到神的屬性了 神是喜樂的 他是美善的 他更新我們 他接立我們 還有提升我們 神是喜樂 美美善 這個就是屬性了 就是神是 他的本質 神是喜樂的 他是美善的 是美好的 那可以更加些什麼呢 就是神可以經歷到的 神並不是很遙遠的 我們可以經歷 可以感受 神的同在 還有呢 會經歷到他的幫助 那這裡呢 就是講到 神很真實的同在 那他呢 就會更新我們 接立我們 提升我們 還有呢 他會將他的本質 放在我們心中 叫我們呢 可以經歷到神的屬性 神的喜樂呀 平安呀 愛呀 那真是好 就是說我們生命可以更大改變 可以跟他有更深的關係 這個是非常之美好的恩典 那這裡 那如果我們 就是去用說話呢 就是我們講的時候 和寫的時候是不同的 寫的時候呢 是很難好像說話的時候 那麼自由表達 那我現在呢 試試用言語去表達了 就是說呢 啊 神真是一個喜樂的神 他神的裡面就是 裝滿了喜樂 所以當我們親近他的時候呢 他和我們一起呢 就即時會經歷到神的喜樂 那麼我們可以想像到 去到天堂呢 多麼開心 天堂那裡呢 多麼輕鬆 現在嘗到 神的天恩的滋味 我們就 嚮往 將來去到天堂 也都嚮往去祝福人 讓更多人經歷到神的祝福 永遠有神的祝福 那麼這個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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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不單止更新我們 也都可以透過我們去更新別人 所以我們就很感激神 他這麼真實來到我們身上 神是 是 不遠的 他是很近的 我們一來找他呢 他即時會幫助我們 就是 在言語分享的時候呢 是可以 有很多 說話的 語氣 是可以 表達出來的 所以我 鼓勵大家呢 是 用錄音 或者是錄影 來到 記錄我們的分享 而在分享的時候呢 很重要的就是 放入更多的感情 在 講的時候呢 是 放入更多我們的內心的感覺 和經歷 那麼呢 在這個時候其實呢 這個節目也可以其實呢 就說出那種喜樂 臨在他裡面的情況 譬如我自己形容我裡面喜樂是怎樣的呢 當我一想耶穌呢 他裡面就會 不是我開始的 當我一想耶穌呢 那些喜樂就會走出來的 在裡面走出來的 是 是 真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是 不是我們製造出來的 是神的喜樂 進入我們心中 所以呢 也都可以 帶出了 所以 當我們有煩惱的重膽呢 我們學習放下這些重膽 應當一無掛淚 那麼 然後來到神面前呢 就 去 讚美神了 感謝天父 Hallelujah 一放鬆的人 不背著重膽 那麼 即時神的喜樂可以臨在 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是在裡面湧流出來的 不是我們製造出來的 是神湧流 都經歷了在天上的福氣 神啊 我真的渴慕你 渴慕你 渴慕你 渴慕你更加經歷神的同在 我就是鼓勵大家分享的時候呢 當我們這樣的時候呢 就會去 不是直述式 不是就這樣形容發生的事 而是會有感染力 去讓人都渴慕神的同在 渴慕神的恩典 欣賞神的恩典 欣賞神的美善 知道神是真的極度美善的 我們就歡喜神 感激神 多謝神 越是感激呢 神的同在就越快 越容易臨到我們身上 我們就越是活得開心快活了 在分享的時候呢 都加上這些的 就是說我們的回應 就是說 我們可以天天活在喜樂之中 還有什麼煩惱呢 神會照顧一切 所有我們 改變不了的事實 我們就接受 這個世上總有很多 不能夠改變的事情 我們 譬如有些人 他很難改變 我們的環境很難改變 周圍的人我們很難改變 但是當我們聽神話的時候 親近神的時候 神必然大大的 詩恩 祝福 我們整個生命 就隨時都被提升 叫我們活得開心快活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大家在分享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發掘神的恩典 還有想到神的那種心意 就是祂的心意就是 很想我們都是活得開心快活的 但是因為有很多基督徒 是沒有看到神的心意 他只是看到我經歷什麼 他沒有看到神的心意 我用一個比喻 就是好像有個子女 他的父母對他真的很細心 很多照顧 如果子女如果 他懂得感恩 他就會多謝他父母 就是說你真的好 對我真的好 這只是一個層次的感恩 但是如果他會想到 我父母真的經常想著我 他經常一見到我有些什麼做得好 他馬上很開心 他又會幫助我 我做得不好的時候 他會幫助我 他會提醒我 怎樣更加進步 他總是扶持我 總不是踩下我 是讓我覺得我有盼望 我真的看到我父母是對我很有心的 在他們的心中我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我可以享受和我父母的關係 那這樣說法 還有這樣說 多謝父母照顧我 是完全不同的 不同的層次 那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學到 從任何的我們的經歷 去數算神的本質 神的心意 然後他為我們做什麼 我們心裡就非常之感激神 也都深信我們總是會在神的恩典之中 於是我們整個人就平安喜樂開心了 這樣的分享的感染力是強很多的 那在這個時候大家有沒有一些 什麼的問題回應 那我也都鼓勵大家如果你有其他分享可以去分享的 因為呢 不只是我去告訴你怎麼做 是你們操練怎麼做是非常之重要的 大家首先你明白嗎 這種方式的分享的重要性 就是講出神的本性 他的心意 他的恩典的重要性 還有影響你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是想回應或者是有其他的分享 OK 那我就會繼續講其他的各方面呢 就是我們分享其他的見證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還講些什麼 譬如如果我們有一次為人祈禱 他病得醫治 那我就讓大家去 不如讓大家操練 因為我講很多次都好 你們都沒有學到的 是一定你們練習去操練才容易的 如果有一次我們為一個人祈禱 那個人得醫治 我們可以怎樣講神的屬性 和神的恩典 和怎樣激勵人 有沒有人想嘗試一下 嗯 想嘗試一下 牧師 OK 好 神呢 只愛我們 就是很想關心我們 醫治我們 就是神的心意 不是以我們患病 神的心意是我們得足健康 和神本身都是健康 所以祂真的很想幫助我們 神是幫助那個屬性也有慈 有恩典 希望我們個個都健康康 就是在病患裡面 可以被神去醫治 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我也聽到有些 是不能夠醫治 可能某些原因 或者是罪 或者是咒座 或者是家庭那些 其他問題的罪解來的效果 但是什麼都好 神願意幫助我們 就是忍得著醫治 就是忍得著醫治 全部就是神的能力 臨到祂身上的時候 神願意的話 祂就能夠得著醫治 我們先看到獎帝的尾線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在你剛剛所說的 首先我想回應 你講了一件事就是咒座 我之前都 我現在回應了這件事先 因為我才會回應到關於 我們可以 你之前都說到神的恩典和屬性 這個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想回應這個咒座 先讓大家有個深刻印象 在加拉太書很清楚地說 就是耶穌為我們成了咒座 就救我脫離律法的咒座 有些人就用出埃及記講到 就是他犯罪的 神追討他的罪 至乎及只直到三四代 有些人就用這件事就講到 我希望大家明白 如果一個人不聽話 他們不要親近神 是可以神追討他的罪 神沒有用咒座這個字眼 這個字眼是有些人加上去的 因為追討他的罪和咒座 是很不同的層次來的 咒座是有一種意思 你會受到很多的災禍 你會受到很多非常不好的後果 這樣會令到人很害怕 咒座 被神咒座 或者被魔鬼咒座 很害怕 事實上神是不想我們 不是想我們這樣懼怕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要加上 因為這個意念是因為那些 寧恩派裡面的人加上的 而接著的經文就講到 愛他的遵從他戒命的人 神就向他守藥詩詞愛 直到千代 所以如果一個人聽神說愛神 神一定會祝福的 所以我就不會告訴別人 因為咒座 我會說 如果有些人他的家庭裡面有很多問題 我就會說 這個罪的後果 追討就是罪的後果 是可以臨到你身上 我不會用咒座這個字眼 而當一個人愛神 親近神 處理生命 是所有的任何的不好的東西 咒座什麼東西都全部都離開了 所以我是很希望大家在心中 就是很清晰這一點 就不要再用咒座的字眼 讓我們深信 就算神追討罪 不代表是咒座的 神的目的都是想人悔改 去尊重祂的 關於這一點有沒有人說 我想說多一點 其實我的咒座 當然不會是理智神 可能他自己拜偶像 那些咒座是理智的偶像 不是理智神 當然不會是理智神 一定不會是 但是如果他 我看到有些依止釋放 因為他拜偶像 拜得厲害 或者他自己祖宗 而引致剛才我講的說話 但是神都會一直會釋放他們的 就是從他拜偶像的咒座之中釋放出來 但是我特別是Ammasas 我不是說是神的咒座 希望不要誤解 OK 好 我依然會說 譬如就算他拜偶像 除非他完全不悔改 魔鬼就可以繼續攻擊 我會選擇用攻擊的字眼 如果一個人是信耶穌的話 他就算是 他生命有很多問題也好 我就不會用咒座這個字眼 我想提醒這一點 可以用 譬如說 魔鬼會有破口去攻擊我們 所以我們就 就幫助我們真心悔改 離開拜偶像的罪 真心去遵從神 走神的路 神是必然祝福的 神是必然施恩的 讓我們得著神的祝福 那麽就 那麽就 講到魔鬼的 就座 其實魔鬼是沒有權力就座 基督徒的 他可以攻擊 那麽所以 就算他 除非他 他拜偶像是 他繼續去辦 他沒有悔改的時候 他可以 繼續可以被魔鬼攻擊 那麽 那麽如果他是信耶穌 就算他沒有 他仍然有問題呢 那麽 魔鬼都不可以奏助他的 就是 就是 我想說這一點 他是信靠耶穌的 是魔鬼是不可以奏助 魔鬼會嘗試偷竊殺害偉懷 這個是聖經的字眼 就是聖經是沒有說到魔鬼奏助我們 那麽 所以 我就說 避免 避免用這個字眼 因爲這個字眼 是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會常用 那 我只是 提醒 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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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講到很多,神是很想我們得意志,他關心我們 這些都是很好的 也可以加上一些,神很想使用我們 神很想加力給我們,使用賜給我們恩賜 其實每一個基督徒都有這個權兵 因為信仁都有神跡除肉,他們就是守岸病人,病人就必好 每個基督徒都有權兵治疾病,雖然有些人有強的恩賜 但是每個基督徒都有權兵去為人祈禱,病得醫治 神很想提升我們,所以我們可以放心 神就喜悅了,神又會使用我們去為人祈禱 帶來醫治,帶領他信耶穌,可以加上這一點 我們也可以說到,原來神就想我們活得,喜樂,平安 沒有東西攔阻我們的生命 即是說,不會疾病,攔阻我們的生命 以致我們的生命不能發揮出來 OK,多謝祖先姐妹,你會嘗試去分享,這樣就非常好 OK,好,那我們又嘗試下一個,下一樣東西了 譬如有人分享,這樣 譬如有個人差不多有意外,跟著神保守他 那我們可以怎樣說呢? 有沒有人想嘗試? 即是我們想到意外的時候,想到神在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想到神是看著我們 即是神是看著我們,祂知道將會有意外發生的 神會保守 尤其聖經說的是愛祂的人所遇 眼睛未能看見,耳朵未能聽見,人生未能想到 尤其是讓那些愛祂的人,神是會有額外的恩典 在祂身上,神是會保守祂 以致祂不會因為意外而失去祂生命發揮的程度 所以神就會看著愛祂的人,會祝福凡是愛祂的人 有意外將會發生的時候,神已經知道了 神又會彰顯祂的榮耀 即是說,有時候,祂未必會預先防止我們進入危險之中 而是在危險之中,神會保守我們 在危險之中,神已經知道了,將會發生什麼事 在哪一陣子,神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 祂就即時在那時候,祂已經知道了 祂已經陪著我們,祂看重我們 所以祂就會保守我們 但是有些人呢,祂又會什麼呢? 祂又會呢 即是對於,祂真的有意外發生 祂又會說,為什麼神不保守我啊? 神對我不好啊這樣 那麼這一點呢,我們都留意了 就是說,就算我有意外發生 神都是會給我力量 祂的恩典救我用的 有這些事情發生,神都會祝福我們 叫我們更加以求神 有時候我們可能呢,受了傷害 但是受了傷害呢 最終我們看到神的祝福和保守 所以那個意外,始終是 要愛神的人得益處 愛神的人,無論發生什麼事 都是對祂有益處的 那麼我們就,感謝神 時陪陪我們 所以我們呢,就 對於生命有信心了 就是,我知道神會時時陪著我們的 時時祝福我們的 那麼我們就會 心裡面呢,很放心 不怕任何的事發生 什麼事發生都好,都不怕的 那麼,當然有些人呢 他們的經歷呢 是真的給神大大使用的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追求這件事的 比如說呢,我們聽過Nick 他呢,是沒有手腳 但是呢,神使用他 更生他的生命 那麼,神就是用了很多人去幫他 更生他的生命 以至後來他成為多人的祝福 去鼓勵很多人 那麼,這個就是神去 啊,就是在他的生命中已經有計劃 那麼,有些人說 那麼,神可以在Nick 在福中的時候就 他就,賜他健康 那麼,為什麼他父母是 就是,爸爸是牧師 為什麼他兒子會這樣呢 那麼,這些事情我們不去質疑神 我們不會說,啊,神為什麼你 容許這些事發生 就是,不要這些事情去質疑神 因為神是會 他有他的奇妙計劃的 如果不是這件事呢 Nick是不會成就這麼大的事的 那麼,有時候,因為神可以透過苦難去祝福我們 去提升我們的生命 那麼,所以我們就說神 雖然那次的意外 但是呢,其實叫我更加依靠神 譬如有一個人呢,他就寫一本書叫23 啊,不是23 啊,不是23 啊,不知道多少分鐘在天堂的 60分鐘在天堂 好像是 那就是60分鐘在天堂 啊,好像是 我不記得清楚 這個90分鐘 他呢,是 有一個嚴重的意外 是,即是已經是死了的 但是呢,有一個神呢 就叫一個牧師去祈禱 他真的復活了 那麼,有些人說 為什麼神不在起初就會 令到他不要有意外呢 但是,這個意外是令到他上到天堂 後來影響很多人的 這個就是神可以使用這些意外 那麼,譬如恆臨子 他一生都是很多病的 那麼,神為什麼不在他母親懷中的時候 就醫治他的疾病呢 那麼,神雖然沒有醫治他 但是呢,使用他呢 是鼓勵了很多憂傷的人 所以,神的德性有時候 不是只是在順境啊 或者健康之中的 在逆境之中 神都可以叫我們有祝福的 那麼,我希望大家呢 整天都去想啊 就是,我們有些什麼生命中發生的事 譬如 譬如,好像我自己這樣 我生命中真的有很多樣東西呢 我現在試試用我自己的生命中 不同的東西去分享呢 就,去 講出神的屬性 在我未曾信耶穌之前 在我大約是 六年班的時候左右 五、六年班的時候左右 有一次我走過垃圾桶那裡 是黑漆漆 就是我們 我們是住在一些宿舍的 那麼,就 走過垃圾桶的時候呢 我就 那裡沒有了燈啊 我一走過的時候呢 就 發覺被一件事咬 接著呢 就是我聽到咳一聲 我現在踩到它的尾 接著被它咬一下 接著呢,我摸一摸是濕的 就發覺流血了 但是我那時候小時候 我都沒有想到要做什麼 回去就這樣 抹了那些血 自己的血 都什麼都沒有用 就是 家裡可能什麼都沒有 抹了那些血 它不流血了 那就算了 然後呢 但是後來是沒事的 那麼 這裡我們看到呢 神沒有阻止那個意外發生 但是呢 神保守我 以至呢 沒有 不會感染到一些 嚴重的疾病 那麼這就是神那種 恩典 神的恩典呢 是很奇妙的 就是呢 祂會在我們未信耶穌之前呢 已經有一個 奇妙的計劃 是會保守我們的生命 祂知道我們的生命呢 祂有個奇妙計劃的 那麼 另外呢 就是我家裡是很窮的 我根本是沒有機會 就是 因為呢 家裡賭錢 所以呢 整天都 家裡是沒有錢的 我有時候買了些東西呢 我後來在中學的時候 我有做一些散工 我買了些衣服回來呢 家人是拿去拿去 倒了 就是 當了 然後倒了 忽然間那件衣服 已經我準備穿 為什麼沒有了那件衣服呢 就是因為 拿去當了 那在這樣的環境長大 那麼呢 就 在我 讀完中五的時候呢 就 恆生銀行 來我們的學校呢 招募 工作人員 那麼當時呢 有二十個人去考 那麼呢 居然我是考到的 那麼我考到呢 但是我當我收到放榜 知道可以留在黃隱書院 讀科目六的時候 我馬上辭職 我家人馬上罵我 為什麼你自己 為什麼你還讀什麼書呢 你 家裡需要錢嘛 但是其實家裡當時來說 已經是穩定的 不過他們就想我 賺多些錢 但是我要感謝神 如果我當時 我先問了家人 就肯定沒有得讀書 肯定就說 你一定要繼續做工 如果我繼續做工的時候 根本我的路是完全同的 就是神都會有這些計劃 那個恩典是什麼 就是神一早就知道我的生命 祂有計劃 祂要使用我 祂知道我有這個心去侍奉神 神就喜悅 神就預備的 保守我 當時我還沒有信耶穌的 我在 Form 6的時候才開始聽到 然後我後來才信 在 Form 6到 Form 7之間的時候 這也是神的很奇妙的恩典 就是祂保守我 讓我的生命 不會 將來不能夠發揮 即祂會難阻一切 難阻我生命發揮的東西 祂會難阻 讓我不受這些影響 賜給我的機會 然後我就 有一個人是主動跟我說的 給我一個機會去外國讀神學 那我是 當時我也不相信了 我是沒有回應的 過了幾個月之後 祂就再催我 他說為什麼你還不寄那些資料來 我才看到祂認真 我才去做 那這個就是 就是神為我預備 給我有機會去讀神學 這個就是神的計劃 就是祂已經一早有 祂會供應的 神是有一切封聖 祂有一切的資源 神是能夠供應我們一切的需要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在神裡面 我們什麼都不需要巨化 只要我們聽神說 神要為我們開路 以神的事為念 神要為我們預備 神就是神的屬性 就是祂有一切的封聖 祂會關心所有以神的事為念的人 祂會有預備奇妙的恩典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 在生命之中相信祂會祝福 我們就不需要擔心,當我們走完神的路,神必然祝福 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就會幫助人更加放心 就不會懷疑神,不會埋怨神 我就會鼓勵一些基督徒 但也有很多基督徒找我,就是他被一些世事煩擾 他很想他的事情順利解決,但他始終沒有解決 的時候我都跟他說,神其實有奇妙計劃的,神想祝福你的 你聽他說,你親近他,有時候那些事情會解決,有時候沒有解決也好 神也有他的美好的計劃 譬如有些人,他家人或者他兒女不聽話 有些人就很擔心,他就覺得他的生命一定要等到他兒女聽話才會開心 這樣的時候他可能一生都不開心的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見證去分享 雖然有時候我們失去了一些事情,但神都依然會保守祝福 那當然,當有人說他的兒女不聽話,我們當然會說 我都知道你很辛苦,你很不開心的 那麼我們首先關心的是你的平安喜樂 你如何得到神的祝福 你得到神的祝福呢,有機會你可以影響你的兒子 神喜悅你的時候,神也可以改變你的兒子 而當他沒有改變的時候,他始終都是另一個人 那麼我們就,就是說他負責他的生命 我們盡量幫他,盡量愛他,盡量照顧他 但是呢,他不改變的時候 我們都,即不是我們的責任去幫到他完全的聽神的話 聽完我們說,在這個世代經常會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那麼我們就學習說,神啊,我做好我的本分 那麼也都反思,我有沒有去照顧我的兒女呢 有沒有帶領他信耶穌呢,幫他經歷聖靈 幫他經歷聖靈,這個又是一個很大的禮物的 那麼說到幫他經歷聖靈,我們又可以說到神的屬性 神是可經歷的,神也都樂意賜拳並給我們 我們為人祈禱,他真的會經歷神的作為的 那麼我們呢,就會放心了 現在神會喜悅,神會賞賜的 當我們為人祈禱病得醫治的時候,神會喜悅的 那麼,我希望我們都會,就是說 有這個柔和的心 有一個柔和的心對子女 那麼呢,就希望他們改變 那麼,神呢,是想使用我們的 使用我們的生命去祝福我們的兒子 如果我們從小到大都為他按手祈禱 他經歷到聖靈,他離開神的機會是弱些的 就是時時都跟我們一起按手祈禱 你看看他經歷神的作為同樣 還有呢,都可以叫他為我們按手祈禱 那麼他按手祈禱的時候有能力就告訴他 你看看你祈禱有能力了 那麼就可以幫助兒子更加依革神 這裡說到是一個怎樣預防 預防他將來跌倒 因為當他一進去讀書的時候 尤其呢,去到大學的層次呢 就很多,很多人很反叛的思想都會影響他的 那麼,所以是需要我們去牽固他 那麼這一件事,我們有這個權並為人祈禱 這個屬性,神的屬性呢 就是祂是滿有能力 祂很樂意將這個禮物賜給我們 祂的恩典就是祂賜給我們的權並 我們為人祈禱,他們真的會經歷神的祝福 我們就可以開心快活了 我們就可以整個生命被提升了 所以我們多謝神,神給我們這個權並 我們可以珍惜這個權並 珍惜這個神給我們的禮物 去使用這個禮物 那麼我們每一個使用這個禮物的時候 都會發覺神大大的詩恩祝福 那麼這個就是從那個我們為人祈禱而帶來的祝福 我們去講出神的恩典 譬如我又講一下我自己初經歷聖靈的時候 有一次有個教會請我去講道 我就跟傳統人說 我問你想不我為你們的教友按手祈禱 那是傳統教會來的 他說可以的 不過你就問誰想的 就進房間那裡祈禱 那麼我就帶他進房間祈禱 那麼那時候我都未懂得叫那些人站起來 又未懂得叫那些人投入放鬆 那些我都未懂得 我只是說你們坐在那裡 我們為你按手祈禱 那麼祈禱完之後我就問他們 有什麼經歷 接著有個婆娘跳起來 她說哇 這才是祈禱的時候 我的腰骨痛馬上康復 她還慢慢扭一條腰 那麼另一個婆娘又跳起來 她說我肩膀痛又康復 又在這裡慢慢扭她的手 那麼我即時很驚訝 神即時使用我們 就是我們 就是當時我經歷聖靈 就是很短的時間 但是神也使用 那麼這個經歷有什麼 神的屬性和恩典呢 就是神是一個醫治的神 神是很想使用我們的 神想使用任何一個人 我們只要親近他 遵從他 放膽去做 神就喜悅 神就會大大提升 那麼我們就個個都可以 成為基督精兵了 我們可以大大被神使用了 就是我們講每一件事的時候 都講出那個前則 講出神的恩典 還有呢 我們有這個恩典的時候 可以帶來的前則 我們整個生命就會被提升 我們就可以開心快活 開心做基督徒 那我又再繼續講一下我生命中其他的 那我今天時間長一點 因為我 我現在有一件事一直在做 如果大家在 你不能留得那麼久 你可以自由離開的 講到這裡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分享有沒有人有 我想問一下呢 剛剛 星期日經歷聖靈那個姊妹 她經歷的聖靈 她說會笑出來 很釋放 那我想問一下她 是不是當時她很渴求聖靈 OK 請問姐妹回答嗎 我發覺呢 我發覺呢 這陣子操練等候神呢 就是 喝求聖靈 還有 時尚浸泡在聖靈裡面 我覺得呢 對神的確務是增加了的 還有呢 神的同在都增加了 那變成呢 就是好像 在牧師的聚會裡面 過往我祈禱 呼求神 可能都沒有這麼快去進入神的同在 但是我覺得 自從操練等候神呢 對我來說真是很大的幫助 很快去進入神的同在 還有就是 是的 就是 過往我沒有試過這麼大的喜樂 我覺得呢 就是 等候神可能是 上次給我 其中 好像說 就是聖靈的果子其中的喜樂 就把這個果子賜給我 分享這麼多 OK 好 還有沒有人問 是你講 我多謝這個姊妹分享 OK 好 多謝 謝謝 是你講 是你講 我都想回應一下 剛才那個姊妹的問題 其實我也曾經試過 被一位姊妹問我 騎頭 好像有電流 這樣做人的身體 我都不停在那裡笑 我都曾經笑過 差不多半個小時 但是在那種情況下 我是沒有特別渴求的 你沒有特別渴求 你沒有特別渴求 是的 但是 我就 深信神是知道 我 又不開心 他要給喜樂 我之後 每次 《青獅子》就未成功 我都會笑 發自內心的笑 不是我自己刻意的笑 是他自動會笑的 是他自動會笑的 是由單田一邊笑出來 很喜樂的 我覺得神知道我需要這個喜樂 就給我 因為我那時候經常都 很多憂慮 又不開心 是的 OK 非常好 多謝你分享 那我又馬上問你 由這件事 你看出神的什麼屬性 和恩典 你問我 你才有講 是啊 你才有講少少的 不過我覺得還可以再講多些 就是我們任何的經歷 隨時 不要想著我上台的時候 我才想 屬性和恩典 任何時間 我們一講神的作為 即時就會想到他的屬性和恩典 OK 你說一下 神的慈愛 神的慈愛 我覺得他很愛 早兩個星期 就在教會裡 先等一下 你有去了另一個經歷 我不是叫你去另一個經歷 我只是說 你去回 留這個經歷 你說出神的屬性和恩典 神的慈愛,那麼久以來我就很專心,天天早上都會讀一張 這裡你又開始講另一件事了,我不是叫你講第二個經歷 我是叫你講一個經歷的時候,即時講出神的屬性和恩恋 由你剛剛所講的經歷,你經歷起落那樣東西,就是由那樣東西去發揮 神知道我這麼久以來,其實我是不開心才去找神的 神一直都知道我是不開心的,我覺得祂的前衛很大的恩典給我 祂特意給我這個喜樂給我,就是我自己心裡有這個感動 祂特意給我,你知道我一起的需要 OK,好,非常好,那這裡你刻意去講,就已經是好做 你聽的時候,你先關掉你的麥克風 先關掉你的麥克風 神的本性和祂的恩典,即時就去講出來,不用一定要 好像預備上台我才講的,那在那裡還可以再想一下還有什麼去補充的 更加是講出神的屬性和恩典,那我在這裡我加一些要點下去 就是神接納我們的程度,有時候不是當我們怎麼投入 當然,神希望我們投入的,也有很多人在祂投入祈禱的時候經歷到聖徒工作 但是神的恩典和祂的接納,有時候當人還沒有這麼投入的時候 神已經將這個禮物賜給祂了,那這個是祂的風性和祂的慌慨 祂很樂意祝福我們的,那有時候有些人就會說,那不公平 我又沒有這麼投入,那我就經歷不到,那個人沒有這麼投入,經歷到 那這件事我們不可以比較的,就是不可以說,為何祂經歷我又沒有呢 我們只是說,神有這樣的時候,我們的心就喜悅神的慷慨 喜悅神接納我,當我還軟弱的時候已經接納我,已經祝福我了 那所以我們既然相信這件事,我雖然我還沒這麼投入 但是我學習,繼續親近神的時候,神會喜悅,神就會祝福了 那我就想大家去反思,時時去反思,神有什麼質素 在這個過程中有什麼質素 那我再用另一個比喻說,譬如說有人教人數學那樣,那個人就總是學不到 那後來老師就看到他很有問題,學數學很有問題 那老師也額外給他恩典,幫助他,讓他可以衝破到,特別用多些時間幫助他 那這個就是好像神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們還沒去到那個位置 但是神也祝福我們,那這個就是,這個姐妹所經歷的可以怎樣加強 加強神的恩典,那還有就是那些恩典是很好的 因為那個喜悅以後就幫到我們了 以後我們祈禱都可以經歷喜悅了,真是這個很大的禮物 讓我們和神的關係更加好,大家能夠拿到嗎? 即是說我怎樣由每一個經歷都盡量去發掘神的本質和屬性 讓我們能夠隨時隨地說的話,別人聽完之後馬上會感謝神 我也想回應早點,姐妹因為講到關於就座的事情 我想補充,我不是說那個姐妹講神就座 我只是說有些人說神就座,有些人說魔鬼就座 我就說兩人都,我們都避免說 除非那個人一直在罪中,一直在罪中,一直在扮牛像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警告他,魔鬼可以偷竊殺後位 甚至會就座 這個字眼我們都避免,我不是說他有說到這件事,他是沒有說這件事的 OK,好,有沒有人有回應或者分享 或者問題,關於這方面是否覺得很難 你們可以這樣想的,不要說我要講得完美 雖然你們講完我也會補充,不代表你們不完美的,不夠好的 你們放膽,這個都要成長的,一步步成長的 我很多年以來,在神學院學到釋經,如何留心每一個字眼 和分辨神的恩典,律法 我多年以來的分辨,習慣,當我一聽到人說話 我立即知道他在講律法,還是恩典 我一聽,譬如有些人說,我有問題 有些人會說,你多點祈禱,你依靠神 立即我知道他是在指示他 我已經成為我的second nature,即是我的本性 我能夠隨時留意到人,在這裏吩咐人 有些甚至是指控,你都沒有依靠神 那當然是神不祝福你,這個就是指控 我一聽,我就聽到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我去發掘神的屬性的時候 我也都會更加容易在各方面去想 我也都很多年以來去想神的屬性和恩典 變成我習慣了 所以當然,一講這個經歷,我立即會聯想到 有些什麼神的恩典和屬性 好,那我… 是,牧師想問你一些事情 是,你說呢 因為我之前有個姊妹,她先生的大姐姐患病 差不多臨走,即是重病來的 那她想安慰她 她問神,為何我患病呢 差不多就離開了 其實是挺重病,患癌症 在這個情況下,即是作為一個… 她都是基督徒,即是她患病,她覺得… 問神,為何我要患病呢? 甚至可能會失去性命 即是…我們怎樣去… 你用一些合疑的說話來安慰這些… 這麼重病的人呢? 我就會說,神是有很多恩典的 雖然我們每個人有不同的遭遇 因為人類犯罪,人類都有疾病,各樣的問題 但不代表神不是在祝福我們 當我們愛神的時候,我們會發覺… 親近神,人平安喜樂,舒服很多 這就是神在祝福你,神正在幫你 雖然在患病之中,你依靠神 神在永恆都會賞賜你 因為你依靠神,在患病的時候 或者患病的時候,你都會… 你的說話榮耀神 即是神又賜平安給我,我真是好 當我們去感謝神的時候 告訴別人神多好,人都會受我們影響 神又會永恆的賞賜 即是我總是會告訴他 當他走神的路的時候,神的祝福 但我不是用一個命令式,我用一個當字 我不是說你要,這個很不同的 我不是說你要多些感謝神 我是說,雖然我們有病 首先,神都賜給你有機會,有醫治 有人照顧,這個都是恩典來的 不如我們一起祈禱吧 很多情況,有些人很辛苦 我會先跟他一起祈禱 即是先不說那麼多 因為說那麼多,他收不到 跟他祈禱 祈禱的時候有沒有覺得平安輕盛 他說有 耶穌在祝福你,耶穌在愛你 耶穌陪著你,耶穌知道你 我們一親近他,你就平安輕鬆舒服 真是好,神真是好 我們就多謝神,我們越多謝神,神就越祝福了 你留意我說,我們越多謝神,神就祝福了 我不是說,你要多謝神,神就祝福你 那這個首先就是,給他有一個出路 出路就是什麼呢? 我們祈禱,馬上覺得舒服 馬上覺得輕鬆 即是神在祝福你 神愛你,神陪著你 所以就算有病也好 神也跟你在一起 至於他問,為什麼我有病呢? 我們可以回答的就是,我也不知道 因為人類就是有病的了 因為我們自從人類犯罪之後 我們每個人的身體都不完美的 有些人的身體問題多些 有些人的身體問題少些 但是人不是這個問題就是那個問題的 所以我們在世上總是有不完美的地方 所以在希伯來說到,我們等候這個更美的家鄉 在世上我們不會有完美的狀況 我們都不能夠要求神 你給我,又完美又長壽 就是很多人會這樣想 但是呢,其實就算不長壽 有神的祝福已經是很足夠 而我們能夠為神做的任何東西 在疾病的時候都依靠神 神永遠上次,那個上次是永恆的 所以我們注目在這些地方 我們進入神的計劃 就算是疾病也有神的計劃 神的計劃就是說 我們能夠在疾病中依靠神 以及當我們多親人神 神可以醫治和減輕我們的痛苦 這些是一些可以的回應 這個的而且確 我自己也想過,如果有一天我會有癌症 我不會說神 為什麼我這麼忠心事奉 你都給我癌症 我不會這麼說的 我只是說,我在神的手中是最好的 我不要緊的 去天堂就去天堂 有痛苦,祈禱可以減輕痛苦 現在的醫藥這麼好 有孖啡針可以減輕痛苦 我不用擔心,我凡事感謝 就算我臨最後那一陣子 有人來到探我 我都說,耶穌很好的 耶穌祝福我們的 我們跟蹤神一生都蒙福的 永遠蒙福的 我快去那裡,很好的 你就多點愛主 將來你都和我一起在那裡 我會這樣正面看神 因為我真的覺得神很好 牧師,你是非常之好 有些人做不到 可能要在患病裡面 可能要埋怨 還有,始終希望繼續有生存的機會 但如果你可能講其他話 他可能都聽不懂 那我們這樣的時候就是和他祈禱 你祈禱的時候有沒有覺得平安一些 那你就多謝主,耶穌正在幫你 還有,你有沒有經歷過其他幫助 譬如你現在都有機會有醫治 有人照顧 是不是都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那我們就多謝神 神就讓我們永生 將來永生 那這個禮物其實就更加大了 在可以的時候都可以讓他知道 其實一個人長命短命 並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短命不代表一定是慘的 在短命的時候,榮耀神 神都是喜悅的 所以 所以 不是一定說我要長命 或者事情順利 因為有很多人就是 子女不聽話 那就覺得 子女不聽話 子女有問題 我就永遠都不開心 就是這件事我們需要放手 就是我們說 就算子女不好 我們自己的生命可以得福 或者我們生命得福 或者有一天會影響他 還有我親近神,神喜悅的時候 神可以為我預備 我想都沒有想到的恩典 或者有一天把我兒子帶回頭 這個就是用一個正面的心態去看 而這個不是阿Q的精神 是神真的會改變人的不可能改變的事情 在一些很多的見證都是說 哇! 家裡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問題 回到耶穌的時候 耶穌就行神即其事 嗯 唯有仰望耶穌 就是 不要只是看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否則 就是 可能看到好像沒有什麼盼望的時候 人就會 就是 開始 有些埋怨 或者有些不好的思想出來 就是 唯有 就是 改變一下自己的心態 是 是 非常好 那 姐妹你不要介意 剛剛你說了一個字眼 我馬上想去指出 你就說了一句 你說唯有仰望神 那我想問一問你 這個唯有呢 有些什麼 帶出什麼的意念 可以怎樣改一改這個字眼呢 就是不要用唯有這個字眼 是啊 但是唯有會帶來有什麼感覺呢? 嗯 又好似 又是 不是 不是 這個 感覺不是 就是在這個情況下 唯有仰望神 那帶出什麼感覺呢? 你聽 比如有一天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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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你覺得我個字 那樣 就是不用你這樣講 我個字 OK 可能是這樣的意思 那我用我自己的比喻 比如有一天我病 那我就說 唉我唯有都是仰望神 那會帶給你什麼感覺 好 好像說了 當然沒有說 OK 其實那個傳遞的信是什麼呢? 比較消極 是啊 沒錯 神愛我們 想醫好我們 你這樣講 那 神想愛我們 愛我們是對的 是啊 醫不醫不知的 嗯 神已經賜了平安給我 OK OK 好 那我想說 就是唯有依靠神 譬如我說 尼牧師說 我現在有病了 我都沒有多久時間了 我唯有依靠神 那感覺就是 現在很慘 現在有病很慘 那我就會怎麼說 神是祝福的 神是愛我的 就算我的病中 我依靠神 神都歡喜的 神施恩的 是不是很不同啊? 那 我不是一定說神醫治的 因為神可以醫治 神可以不醫治 但是我就說 神醫治就是好消息 神不醫治 我快點上天 就算我有痛苦也不要緊 因為 這自暫自輕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 極重無比的榮耀 我 不是說我 疾病的痛苦會成就榮耀 而是我疾病痛苦中 我依靠神 親近神 感激神 榮耀神 就是帶來永遠的榮耀的 你拿不拿到? 疾病可以叫我們更加依靠神 我們依靠神的時候 是可以帶來永遠的榮耀 神永遠的祥福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有時候我會留意 第一 因為我所說 因為我習慣了分辨經文 所以當人一說話的時候 我馬上分辨到這句說話 帶來什麼感覺 我的目的 是幫助我們大家 不只是說話正面 是我們的思想正面 整個思想就是說 神是祝福的 神是施恩的 我凡事在神的手中 就能夠 我不要緊 就算我死也不要緊 我受苦也不要緊 就像屍體反 他很快就被人殺死了 屍體反在聖經裡面 自徒行傳 但他是很蒙福的 他是永恆蒙福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對於神的信念 神多好 神 這個信念的意思不是好像 他明明不是這樣的 我信到他是這樣 而是他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信靠神 他一定喜悅 一定願祝福 我有時候指出的時候 千萬不要介意 我只是比大家更加敏感到 我欣賞你的接立 我欣賞你的接立 我的心是覺得不要緊 慢慢 每個人都在學著 慢慢學 我的心態是這樣的 所以希望你也會知道 我這個心就會不介意 不介意 因為我真的不太會說話 有時候說了一些 可能別人有些不好的看法 我用的字眼用的不對 會令人有些負面 或者一些等等 他有些不是一個幫助 可能令人有自己的不好的地方 多一點的提醒 不用客氣 但我依然都說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的 我們一直成長 我真的心中是這樣想的 我只是說 我們一起成長就是最重要 有時候說錯一件事 做錯一件事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知道就下次留意 就可以了 我有一個很輕鬆的心態 面對任何問題 希望我們大家都學到這件事 牧師 你說這件事我想問 我有一兩個朋友 他也是這樣的 但有一個信仰 不是那麼深 另一個信仰是好些的 他會每一天靈羞 但是呢 又說開 有時候他會 就是上次說 怎樣火熱自己的朋友 我就說完之後 每次說完之後 他會說 唯有祈禱 就是給我感覺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呢 然後說 試一下吧 嘗試一下吧 唯有這樣 就是他經常都是這樣 但是他每一天有靈羞 我不知道他對上帝的看法 是深還是怎樣 就是我想了解他 為什麼會說 唯有這樣 唯有試一下 反映他裡面是怎樣 是不是不太相信神 不如你去說 你聽完他說 你覺得他對於神的看法 是怎樣 我聽完之後 我覺得惡然的 因為 他是每天靈羞 還有 他是會為人祈禱的 但是他這樣說 我會覺得 我自己會覺得 有點失望 有點洩氣 我覺得他好像把神放在最後 那樣 嗯 嗯 OK 但是他是為人祈禱的 所以我覺得很慢 嗯 嗯 我都可以鼓勵你 邀請他來參加這個 書中的聚會 我不是去指出他的錯 而是慢慢 因為一個人去改變他的思維 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說 神是很美善的 神會搞定我所有的事情 只要我愛神 神就凡自祝福 這件事不是很多人做到的 也都事實上很多 就是我會這樣說 我不是批判 而是說 就是有很多人的教導是沒有 含有這個部分的 就是沒有說 我們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眼睛 未曾看見耳朵 未曾聽見人心 未曾想到的恩典 所以呢 我們不需要擔心 我們愛神就可以了 神就會預備凡自祝福的 那我們就可以全心依靠神 因為事實上有很多人 他沒有去到這個位子 沒有去到這個位子 就是說 神是將最好的東西給愛他的人 那我只要聽他說 信靠他 就凡自祝福的 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那個根源就是 他對於神的美善 是沒有足夠的信任 就是因為呢 靈修 每天靈修 靈修入到他的思想 意志感情的什麼位子 那這一點 我想解釋一下什麼意思 聖經是說了 神為愛他的人預備 就是 就是 愛他的人預備 是眼睛未曾看見 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 聖經說了 但是這句說話 到底入我們的思想多深呢 就是說我們會有多深信 神為愛我預備 真的 我想都想不到這麼好的 很多人未必去到這個位子 他只是 譬如我用比喻這樣 當一個人信了100% 那我都會說的 我自己都未信到100% 就是 總會有甩漏 就是有時候都會覺得 神啊 好像這些東西都困難 好像都沒有出爐 就是我有時候都會有這些意念 這些意念就是代表我未信了 但是有些人呢 他信的程度呢 是可能信得 10% 20% 在他裡面呢 他總是覺得 神都不是這麼美善的 那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是很 很容易就會說 哎 哎 神都不幫我的 真是很慘啊 又很艱難啊 他會很容易就會入了這個位子 那這個思想呢 那這個意志 我們知道神很值得信任 但是我們會不會全心信任呢 就譬如說 當他一去到他兒子的問題 一去到他自己的經濟問題 他馬上呢 就崩潰了 因為他的意志 他的決意 沒有去到這個位子 那我自己來說呢 我很感謝神啊 在我初信的時候 例如我提到這個 《中信月刊》那本書 他送給我們 他問我要不要 就是你可以訂這兩本書 那其中一本呢 就是為主受苦 那我很初信的時候 我已經看了這本書 那他講到呢 就是有些地方的 就是彼徒被人殺死啊 坐牢啊 那我就 那時候 我已經有個心了 神啊 有一天 如果我真的要受迫巴授 我都不會否認耶穌 我會堅決 依靠耶穌 所以我很初信 我已經有這個意義的 那這個就是我的決意 我已經決意 不受這個影響 但是有很多人 是沒有這種的決意 就是他 他相信耶穌呢 他只是隨意 隨意的人是很多的 就是為什麼這麼多人 這麼難減肥呢 為什麼這麼多人 經常被情緒影響呢 這麼多人呢 被戀愛啊 婚姻影響呢 就是因為他是隨意的 他隨意的時候 就會受他的 環境啊 他的內心影響的 但是我決意就是說 我就算發生這件事 我已經想清楚了 我就算 我有一天 被別人 用槍指著我 或者被別人鞭打 或者有些很殘忍的刑罰 我都是說 神是最好的 神你一定幫我的 我只靠神 神啊 我為你受的痛苦 是有永恆的賞賜和榮耀 而且人能有 我有一句說話 是一個對我是安慰 對有些人不是安慰 人呢 受受不了多少 就會死 對有些人不是安慰 對我是安慰 因為我會頂不住的 頂不住呢 還有我可以求神 折磨的靈魂 如果在一個極度困難的情況 或者神可以 好像叫彼得 走出監獄 那我會 決意這樣相信 就算神沒有醫我 我都依靠你 在彈議書有說到的 即然 我 即是入火謠之前 即然 即然 神沒有救我 我們都不會 拜你的神的 那這個就是那種心態 就是 我就算真是 為主而死 我都不介意 那這個意志 感情 就是我們 信任神到那個程度 我簡直是喜歡 祂喜歡到不得了 我以神的事為念 神的 心意就是我的心意 神想的東西就是我想的東西 那我們去到這些位置 整個人的思想意志感情 都去到神那裡 就會去到神和祂的恩典 即是聖經講的那些恩典 就記實了 那這個人呢 他就會 那個生命就會 不容易搖動了 因為那些神的說話 已經可以進入了祂整個生命 那這個就是那個根源 所以你都可以邀請那個朋友 來到 我們不是要找他那些不好的東西 而是想建立 那這個東西建立是需要時間的 需要時間 浸淫在神的話語 因為有很多人 因為那個 我們那個每個人的光照 在希伯律書有講到 夢了神的光照 每一個人的光照的程度是不同的 神想光照每個人 不過每一個人呢 那種被光照的程度是不同的 有些人呢 是很蒙蔽的 就是神是想把那些 難助人認識神那些至高的事 都隨他 叫人能夠去信服神 但是事實上 很多人呢 他是很多蒙蔽的 他的思想 是受了他的習慣影響 所以他是很難改變的 那這個就是 很多人的狀況了 那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牧養人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帶領他 怎麼整個思想意志感情都跟著神 但是有些人來講他不肯的 譬如你說 就是有什麼事發生 我們相信神最美善 他就算看到聖經 他說 他說 聖經話 是不是真的會這樣做呢 第一 他不相信 那我們可以幫他去反思 你有沒有經歷過神的幫助 在那些神的幫助 你有沒有看到神的恩典 那有些人是 他經歷過很多幫助 但是他不會 他不會記得那些事 還有他不會說 哎 神愛我 所以會這樣做 有些人不會這樣看的 那這個就是 他決意 他信神 信到什麼程度 我們祈禱結束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神你真美善 多謝天父 神你真美善 大家可以站起來 神你真美善 你的美善 真的 我們難以數算的 比天更加高 比海更加深的 你的大恩大愛 是我們沒辦法能夠想像的 主耶穌我們多謝你 當我們開始經歷到神你的作為 我們就數算你的大恩大愛 我們就數算神你真的很多禮物 你為我們預備很多好東西 求主幫我們有這個感恩的心 數算神恩典的心 也都能夠去反思神到底為我們做了什麼 神對我們的心態去到什麼層次 當我們明白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說 我真是無福的人 我真是一生都無福的人 我是得到神很多恩典神 很多禮物都想賜給我的 我就全心倚靠神 感謝神 歡喜神 欣賞神 有神萬事足 求主幫助我們 全心信靠你 專心仰望你 事事 喜悅你 歡喜你 感謝讚美你 多謝你 神你真美好 耶穌你真美好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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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耶穌神,你真美好 求你幫我們去鄧家發掘神的美善 發掘出神你有多大的愛 多大的恩典,多大的接納 多大的欣賞我們 喜悅我們任何為你所做的事 求主幫助我們 叫我們的心輕輕鬆鬆做人 也都知道我們就算一杯涼水,神都喜悅 所以我們就會說 我為神做任何真心為神做的事,神你都喜悅 神你一定賞賜,我們就可以開心服侍神 開心侍奉神,而不是在一個壓力之下侍奉你 多謝天父,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有神萬事足 多謝天父,感謝主,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我希望今天 我都很感謝主,今天的這個分享 我覺得因為你們的回應 講出一些情況 讓我們可以回應 人可以有這些觀念 有些對於神的不信任 引起的問題 讓我能夠解釋信任神帶來的祝福 我希望大家都深深記得這個教導 因為我現在寫這本書 就是說神屬性查經法和講道法 就是去發掘神的屬性 那就是希望幫助到人 整天看到神的美善 於是整個人就會 沒有擔心,沒有煩惱 什麼事發生都不怕 都不會不開心 而是知道神一定有美善的計劃 我們今天到這裡為止 那我也希望大家試試寫一些見證 是回應關於 就是怎樣講神的屬性和恩典 因為當你寫的時候 我們才會成長的 只是聽的時候 進不了腦的 我們寫是學多很多的 那我是經過寫和多次的教導 和很多次人問我問題 我立刻回應 是經過這些過程 然後這些教導 在我心中是很強烈 很深刻 那也是我再重複看經文的時候 我整天都看到神的恩典 我也都發現這些恩典 真的應驗在所有愛祂 遵從祂的人身上 是真的應驗的 所以我就對於神的那個恩典 祂的計劃 祂的屬性是更加信任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夠 入到這個位子 大家都可以寫一些東西來回應 或者錄音 這個就開始大家去給神用了 就是說我們個個都在這裡學 但是我們開始用的時候 就會給神大大的使用和喜悅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試試錄音 把你的見證錄出來 並且錄見證的時候 都說神的屬性和恩典 這樣就令到人們都歡喜神 那神就很喜悅 因為神是喜悅人榮耀祂的 我們榮耀祂就是說 不只是神做了什麼 而是神那種心態幾個美善 因為聖經是有講到神的心態 神如何憐憫我們 天來地何等的高 祂持愛向敬畏巨型 都何等的大 祂永遠接立我們 祂永遠是欣賞我們所做的任何小的事 祂也是幫助那些很軟弱的人 祂接立那些軟弱的人 祂輔助他們一直到他們興起 也就是聖經是講很多這些說話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 時時深刻 這些教導在我們的心中 祂永遠接立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